大家好! 不准等等,我说我当然是马斯克 这位大哥这位哥哥 他竟然公开讲 就是说一国两制 就是说台湾要成为中国的其中一个特区 这个不单止引来的就是台湾人的反感 连国民党都没办法支持 大佬啊 怎样可以支持你呢 跟着整班人甚至台湾有人发你霸买Tesla 但是实际上霸买影响不了多少 在这里马斯克口不责言 后面会不会有中共的首映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他的生意有四成多的利润 是来自中国上海那家Tesla车厂的 会不会这样说啊 当然我不揣测他 但是你看到外交部模拟 直接说喂关你什么事 和平统一 我们中共统一台湾就肯定了 我们打击的只不过是台独势力 我们和平统一 怎么容许你这些这样的人在说三道四 无论我们外交部最新的发言人 噴到马斯克一面屁 其实为什么要噴马斯克 大哥 你说他会成为特区 那你前面有没有加习近平呢 有没有讲一个中国先 有没有讲一个中国两制先 你不讲这些 那就是政治不称国在这里无论的喷嚷你 不单止是这样 还有一样东西 你看死的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不尊重中国 人家都没有叫你帮口 你帮什么口呢 然后幸好 始终都马斯克是我们中国习主席的好朋友 在这里你就见到秦刚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就安慰你 我都知道你的 你都是为中国好 什么什么什么安抚一类 但是问题出来了 马斯克你拆中国鞋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部 这样的Tesla有七成半的零件 是台湾厂供应 只要台湾没办法供应Tesla的零组件 马斯克很快就变马克思 那你去见他就行了 他的全感器是港达的 他的电磁技术是日本的 他很多的零件晶片的是台积电的 七成半你是组装的 你研发了给他 接着他做了 接着卖给你 当日马斯克吵就是增加关税的时候 他直接铲了 他直接铲了 铲了当日的特朗普 因为港达上海买个全感器 明明可以就这样买上海 但是不行 因为美国人不肯 因为你美国公司 结果那件事要坐飞机 去了美国 接着港达坐飞机 那些货送到美国 他总公司再到美国 再发货给上海 连转厂都不肯 当日结就见到 马斯克发货 今天你得罪台湾佬 其实台湾佬 只要蔡英文 他说我们用禁令封锁 你就搞不定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要做高科技 你不要说Tesla 我只是问你的星链 这些卫星 你的晶片在哪里 所以现在台湾在酝酿着反Tesla 节目就到这里 其实这段新闻是昨天的 不过今天没什么新闻 拿这件事出来笑一下马斯克 我相信马斯克也不想他见马克思 拜拜